伯恩斯心情绪疗法 负面的情绪并不是来自于消极事件本身 而是主要来自于我们自己的想法 十大认知扭曲导致了我们生活中 大部分的不开心 懒散愤怒抑郁等负面情绪 其实可以采用很多简单有效的方法来化解 本书是作者众多心理书籍中反响最好的一本 它没有那么多冠冕堂皇的大道理 也没有那么多难以理解的复杂理论 用大量灵活生动的案例和简单实用的技巧 把一本厚厚的心理学书籍 变得趣味横生通俗易懂 适用于预防和克服 包括抑郁在内的多种负面情绪 帮助人们树立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无论是受抑郁症困扰已久的患者 还是饱受各种消极情绪折磨的朋友 相信都会从这本书中有所收获 出版三十年来经久不衰 在全球销售了超过五百万册 作者戴维伯恩斯是斯坦福大学的医学博士 著名的心理学家当代认知疗法代表人物 也是非药物方法治疗抑郁症的开拓者 我分三部分为大家讲解本书 第一部分抑郁是什么 人为什么会抑郁 人在抑郁的时候会感觉心情低落 失望无助自卑 甚至悲观厌世 从经验来看 人们陷入抑郁往往是因为生活中 缺失了某些重要的东西 比如爱 金钱朋友健康别人的认同等 而他们对此却无能为力 抑郁的两种核心感受 首先是无价值感和低自尊 一种我不行的感觉 这种感觉可以由外在批评 或者消极的自我评价激发 处在这种感觉中的人们 倾向于将错误和缺陷放大 因而更容易感受到挫折 悲观和失望等抑郁情绪 抑郁还会导致患者产生内疚感 内疚感的根源 则是认为自己很坏的信念 一般人们如果做了不该做的事 或者没有做应该做的事 会感觉后悔 但我很坏这个信念会让人内疚 在内疚感和低自尊的驱使下 人们会放大消极事件的影响 同时失去改变的动力 陷入无能为力的困境 从而引发抑郁的感受 反过来抑郁又会强化 内疚感和低自尊 从而使人们陷入恶性循环 以无价值感和低自尊为核心感受的抑郁情绪 其源头是思维歪曲 这些思维歪曲可以分为三大类 第一绝对化类思维歪曲 其核心特征是将某件事情的影响灾难化 受这类思维歪曲影响的人 在行为上有两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以完美的标准 也求自己不允许任何差错 第二个特征是放大消极信号 缩小甚至忽略积极信号 第二过度概括类思维歪曲 核心观念是认为一件不好的事发生一次 就会反复发生 从行为上看 过度概括类思维的一个明显的特征是乱贴标签 特别是负面标签 负面标签会降低行为效率 增加行为失败的概率 从而强化负面标签和低价值感 第三个人化类型的思维歪曲 核心特征是认为 环境中的负面事件跟自己有关 或者认为别人在公开场合的指责都是针对自己 这类思维歪曲在言语上有一个鲜明的特征 就是会下意识地使用应该据事 来评判自己和他人的行为 个人化混淆了影响他人和控制他人的概念 会导致产生无法弥补的内疚和无助感 继而产生抑郁的感受和症状 第二部分扭转思维战胜抑郁 书中作者介绍了三种方法 第一种三栏法分以下三步执行 第一步将脑海中闪现的那些消极的念头记下来 填入第一栏 注意一定要把这些念头写下来 动动笔头可以强迫我们更加客观地看待事物 更有效地训练理性思维能力 第二步审视记录下来的念头 找出其中的思维歪曲类型将它填在第二栏 第三步自我辩护 找到思维歪曲中缺乏依据不合逻辑的地方 并且用理性和有依据的表述 替代原来的消极念头 将新的表述内容填在第三栏 第二种方法语言柔道 同样地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步移情 即于在受到批评的时候 不要轻易下结论 也不要急于辩护 而是首先通过问一些特定的 详细的问题来了解对方真正的意图 第二步消除敌意 原则是不管别人怎么批评 都要想办法肯定其中符合事实的因素 不要争辩和挖苦 第三步反馈和协商 坚定地解释你的立场和感受 同时探讨双方认知上的差异 第三种方法反哭诉法 分两步执行 第一步用消除敌意法 想方设法认同哭诉者 第二步找准角度 真心赞美哭诉者 切记不能提出具体建议 第三部分如何预防抑郁健康生活 人们通常会认为 自己只有满足某个条件 或者达到某个目标才是有价值的 这种个人价值定义的公式 就是隐性假设 积极地符合逻辑的隐性假设 能够帮助我们 建立正确可靠的个人价值体系 实现自我提升 歪曲的不合逻辑的隐性假设 会让人产生心理软肋 已经击中后 情绪就很容易波动 让人痛苦不堪 垂直剑头发可以帮助人们 有效地找到隐性假设 具体操作方法如下 第一步将事件和想法记录下来 然后不断问自己 如果这种想法是真的那又怎么样 直到隐性假设浮现 第二步找到隐性假设 以及隐性假设之上的思维链条之后 用前面介绍的三栏法 检查各个思维链条中的思维歪曲 并且用理性的回应取而代之 本书是伯恩斯在认知疗法领域的研究成果 为我们解释了为什么人们会产生愤怒自责 压力抑郁等负面情绪 以及该如何应对与克服这些不良情绪 简单来说就是我们为什么会不开心 以及不开心时应该怎么办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